你最著名的翻轉教育 到底是什麼 我聽不懂也看不懂 然後去了無界數網站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人生已經失去方向 沒有我覺得那個翻轉 這兩個字有學很多人都亂用 應該這麼久 2013年的時候 翻轉這兩個詞 差不多在2013年最早出現 那一年我是Ted Taipei的講者 那一年剛好也是柯文哲柯市長 對他那時候也用翻轉 那一年2013年的Ted Taipei的主題就是翻轉 然後那時候裡面很多人就講一些很多創新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開始就一個概念 以為說覺得說翻轉就代表創新 所以後來就變成是 你做什麼事情 北部人家就覺得你是在翻轉 其實真的在講翻轉教育 所以在美國的話 Flip Classroom它是有一個非常嚴謹的定義 它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舉個例子好了 你今天在學校上課 對老師教一個東西 然後學生有錯誤的理解 老師要花多久的時間才發現 老師當場不會發現 因為學生不會問問題 學生以為自己懂 所以學生不會問問題 然後老師就是靠作業啊 可是台灣的學生很多作業會抄來抄去 交上來都滿分 你也看不到 當然囉 然後 作業就是要用抄的啊 對啊不然咧 就分工合作的概念 就是從小學習啊 而且這個抄作業這件事情 我發現是全世界的人都會做不分人種 真的是不分人種 很難說 我有一次去新加坡演講的時候 我就講說學生都會抄作業啊 結果下面一個新加坡媽媽就議證也是 我們新加坡小孩不會抄作業 因為是媽媽啊 媽媽都說我小孩不會做什麼啊 一定是朋友帶壞的 所以我小孩從來沒有打過砲 那就假的啊 那個是萌萌 不過我覺得抄作業就大家都會啊 而且就算台大學生也抄 Apple你以前也不抄作業嗎 不過我講清楚 我真的不抄作業 不是講真的 還是你是給人家抄的 你是給人家抄的對不對 給人家抄 可能有給人家抄 但是其實台大數學系的傳統 大概大家都很看不慣對方 所以其實作業都不抄的 我剛剛聽到一個濃濃的精英味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追問這個濃濃的精英味 是怎麼回事 好我把前面講完 所以我們要講翻轉教學 其實最早的一個比較狹義的概念 他的意思是說 老師在教室上課 學生也不見得都那麼認真聽 而且每個人的步調都不一樣 所以他的做法是說 老師在教室裡面不要上課 老師拍影片 讓學生在家裡看影片就好 那你作業在家裡都抄一抄去 老師來學校也看不到你學習問題在哪裡 所以乾脆作業在教室裡面做 所以他是lecture at home home or in class 那你在教室做作業的時候你就沒辦法抄啊 這樣flip是這種的flip 對那是最早的概念 喜歡好喜歡了對不對 我懂了 而且這很有趣欸 因為這樣做作業的時候才會發現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那老師在旁邊這樣走來走去 我就周遊列桌說 你這邊卡住 他說對啊 老師我昨天看了影片以為人了 他說那就是我們在教學現場 第一次可以第一時間發現學生的學習問題 然後馬上秀 我說欸各位同學 因為很多人都誤會了 以為那個老師那個電話 老師重新解釋一遍 我們不用等到期中考考完一堆人掛掉 才發現說你教不好 所以那是翻轉教學最早的概念是這樣 但到後來剛才講說 因為2013年台灣大家對翻轉這個詞開始認為 被濫用 大家認為說只要你做創新 做比較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翻轉 像我們是翻轉廣播 對 就變成花幹 某種角度是這樣的 沒錯 沒錯